安正生活当中遇到这个事 那肯定和对方来讲 去好好商讨这些问题 我们俩如果意见统一了 这个就是没有问题 那好 刚才商量的结果是 我们女嘉宾说 把钱给 让您把钱给孩子 给你女儿 让他去买了 您同意是吗 同意 就很正常啊 这不能都整理不高兴 为难他爸 你儿子会心里边不舒服 有考虑过这个吗 那个也考虑 但是我会告诉他 自己挣钱 自己买 这是你一直以来 给他的教育 对 咱俩留了点钱就过河了 对 现在万一有他某个钱 就都没钱 就对我们叔叔 今天的这个做法 你觉得你满意吗 不太满意 我觉得财产应该两个人 共同商议去分配 而不是说 突然某一天某一方 就随着边边头脑一热 就去做决定 那后来你妈妈同意了呀 那同意了我听说我妈的选择 你不会心里边觉得 我们毕竟是外来的 有没有这种 那倒不会 那我们听听历史女嘉宾 一碗水没端平 那你就说我这个经济 就有这个能力 那么以后 你就有那能力 你咋没给儿子买呢 你为啥给你姑娘买呢 姑娘是亲生的 儿子不是呗 也不是这么想啊 因为可能是姑娘先提出来的 儿子后提出来的 先提的就有理 后提的你就 就不管呗 不是这样 我认为就是说 给 一碗水要端平 还分先后吗 你姑娘就是提出来了 儿子没提 你给你姑娘买 你也同时也能想到 儿子需不需要啊 给姑娘买不给儿子买吗 刚才我也说了 我说是宝 也给他两家四万呢 扫偏点 这碗水可以端不平 但是别都洒出去 我站在弟弟角度想个问题 他缺失父爱十几年了 我觉得如果叔叔 你要真想跟我们三号 一走到一起的话 你真应该多关注关注 弟弟的感受 因为这是年轻人自己的感受 都是一家人了 你可以不给他钱 就你自己钱 有自己决断权 但你可以 但你要注意他的感受 这是我当女儿和 就是我们年轻人 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也希望父亲和未来阿姨 注意我的感受 你也给我安抚好 但同时对方也是跟我感受一样的 好吧 叔叔 你这点太欠缺了 其实我接下来的这句话 可能对于三号女嘉宾来说 你有点伤心 因为咱们小伙子 不仅仅对男嘉宾的做法不满意 对你的所作所为也不满意 为什么 因为不仅仅是这一段 他一直在强调 如果夫妻共有的财产的话 一定是双方的 是吧 最起码应该是一分为二 如果真的这个钱就是你出的话 也应该找到一个合理的 安抚她的一个办法 这是作为母亲必须要做的 因为如果你一旦要步入家庭的话 男嘉宾的做法 特别能够伤对方孩子的心 女嘉宾 你的做法不仅仅能够伤到 对方孩子的心 更重要的是 要注意到你自己孩子的 他的心理的承受能力 所以你说 可以啊 这是父亲的钱啊 就应该给他孩子 咱自己可以不要 你当他孩子的面 以及当男嘉宾的面 你都说 儿子咱可以不要这个 啊 就让他去买吧 你这是对孩子最大的一个伤害 你知道吗 因为你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你并没有顾及到孩子 自己真实的内心的承受 和他的一种感触 这一点作与女嘉宾你的心是好的 但是在今后的生活当中 一定不能够顾此失彼 这句话我也跟男嘉宾说的 不管你和谁结合在一起 对于双方的孩子来讲 一定要不能顾此失彼 不用合理 后套 太难了 女嘉宾 儿子 你先下去稍作休息 再见 张主 唱 看家里儿子也应该 屁他妈出头 对 你这儿子教育的就挺好 挺阳光挺积极 他也知道我自己要什么 我能要什么 并且说的是条条是道的 你害不害怕 那没有什么怕 那有什么怕的 都有自己的生活 对不对 如果他们有困难 我们在有能力情况下 我们甚至说帮他一把 这都很正常 我们没有问 男嘉宾自己主动的 就把自己想要承担 和认为是自己的责任 承担过来了 也表示说 有能力一定要帮 这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女嘉宾 你表现得也很到位 你值得他才会如此说 好 来 二位请起 两个通情打理的人 两个通情打理的家庭 如果真的能走到一起去 我们相信就今天现场出现的这种 相对看似有点尴尬的局面 是不会发生的 那就我们女嘉宾而言 真的就像一个润滑剂一样 在这个家庭里边 起到了一个女主人的作用 如果说真的能够娶到家 也算是您的福气了 对 来 我们女嘉宾可以稍作休息 思考一下 我们男嘉宾到底适不适合您 来 这边请 这个性格不太合 对 感谢您的福气